再来看下一条 去年的11月28号 女神高媛媛和赵又廷大婚 让无数宅男心碎离地 不过只要女神自己过得幸福 大家就忍忍自己的小情绪 只是结婚之后 再拍关于结婚的戏码 这高媛媛的态度 真的是来了一个 很直接的360度的大转变 来看一下 什么是优胜劣胎你知道吗 就是优胜的女人被胜死 别以为我们的女神 只是为了演戏才办得 如此傲娇模样 要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高媛媛在婚姻中 也是如鱼得水 很有心得的 所以当时跟赵又廷 是就怎么搞定赵又廷的 那个歌魅力 歌魅力 以静止动 云变 云万变 而且圆圆还有一项 超级出人意料的特殊技能 哎呦妈呀 武林高手一出 还有什么夫是驾驭不了的呢 我会对她很诚实啊 我会对她的家人 像对自己一样 那么的尊重 那么的爱 跟也会 一定会好好照顾她们 然后我会把圆圆 跟我们的家 放在那里 是美中的第一位 大家千万不要 为赵又廷担心啊 因为圆圆骨子里 其实还是那个 娇羞的赵太太啦 什么时候呢 家庭跟圆圆 我要个宝宝的 太太吧 谢谢 太太吧 娱乐星天地 今天的女神 好不一样啊 怎么说不当 不管怎么说 即便是大婚之后 女神高圆圆拍起 结婚的戏码 还是走的温婉派的路线